华为芯片突破终于失锤,华为这次在没有预热、开发部会的情况下突然发售新手机,还是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期间,新手机没有著名芯片型号,这引发了各方高度关注。 经网友测试、拆解,大家才逐渐达成共识,华为Mate60系列的确是5G手机。 当确认华为生产出来了5G手机后,全球都是震惊的,包括美国政府都处在猛圈状态,因为他们完全没想到。 毫无疑问,美国以最严厉的手段制裁了华为,他们对打垮华为是非常有信心的。 在美国政府看来,我们贸易战打不赢,科技战难道还打不赢吗? 关于华为手机是否突破了5G芯片,最初几天一直有争论,包括支持华为的人也觉得, 三年搞出高端5G芯片感觉不可思议,所以谁也不敢对这事下定论。 然而经过几天时间的沉淀,所有人慢慢都明白了华为不但芯片上突破了,其性能甚至部分超越了同类产品。 譬如网速,华为5G手机就能做到1G以上的速度,而其他手机都没有做到。 那么怎么绝对确认华为手机百分百是我们自研的5G手机呢? 其实我们只需要看两点几个,一是美国政府开始了调查,其实美国至今没看懂,甚至白宫不得不表态要对此进行调查。 这说明华为用的肯定不是美国产品和技术,否则美国政府还用调查吗? 如果美国政府不认为是5G手机,也就不用调查了,二是没有同行出来说话。 但凡华为的手机不是5G手机,或者是同行都能掌握的业内信息,相关信息早就明朗了,也不至于现在大家都不能确认华为到底用的什么水平的芯片,以及是谁代工的芯片。 其实在华为芯片突破后,全球范围内三大效应在快速发酵。 第一大效应对中国社会起到重塑信心的重大作用。 过去一段时间里,全世界信心都非常不足,中国也不例外。 全球信心不足是因为大国博弈加剧,全球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。 中国国内信心不足,是因为美国持续亲力打压与经济增长的放缓。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华为突然发布5G手机,彻底宣告了对美国的突破,这对中国社会能起到重塑信心的重大作用。 我之前不止一次说过,当今社会信心比黄金都重要。 过去数年,由于美国在科技上掐我们脖子,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抑。 在这样的背景下,华为在美国轻举国之力重压下实现了技术突破,这个信心效应就太大了。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,我们现在每年进口芯片就高达4000亿美元。 一旦我们高端芯片突破,我们的芯片产业链就完整了。 如果按照国家定的目标自主实现70%,那就是数以万亿的市场。 再考虑到芯片突破带来的其他产业增长,这绝对会对市场信心带来极强的长期刺激。 随着华为芯片不断取得突破,这将会对我们国家的民心产生重大的重塑作用。 第二大效应,对美国的战略自信构成了重大打击。 坦率说,在和平手段上,美国把所有的宝都压到了对华科技战上,而对华为的极限打压,事实上就是中美科技战的上甘岭之战。 这场战争,谁打赢了,谁就会赢得这场科技战。 美国本来认为,最终华为会在美国的遏制下逐渐凋零,最后崩溃。 然而让美国政府想不到的是,华为竟然只用了三年的时间,就突破了美国的卡脖子。 美国虽然依然还嘴硬,但他现在其实已经知道,华为在美国布下的天网上撕开了一个大口子,美国这张大王已经困不住华为了。 关于这一点,我们只需要看看华为Mate60系列,在中国的火爆程度即可。 只要预售,立刻秒光,这种状态犹如日前刀狼的突然孵出那么火爆。 面对中国,美国剩下的自信心本来就已经不多了,当科技战的上甘岭之战一旦打。 美国要想遏制中国,恐怕只能选择热战了。 但是热战风险太大了,一旦失败美国将彻底失去全球霸权,将会被打回北美。 所以现在的形势,给美国出了个大难题。 未来随着华为芯片的一次次突破,美国面对中国的战略自信会越来越不足。 这一效应会加速在美国各界蔓延。 第三大效应,为各国研发技术提供了信心支撑。 在中国频频突破美国的科技打压之前,世界各国面对美国一直都是缺乏底气。 大家普遍认为自己与美国的科技差距太大,根本不可能突破美国的技术,与其花大价钱研发相关技术最终被市场淘汰。 不如买美国现成的。 很多时候,各国不研发,其本质就是信心不足,根本没有为此去研究,去组织。 试想,如果朝鲜不研制出来能打到美国的导弹,谁会认为穷朝鲜能研制出来? 如果朝鲜不搞出来核潜艇,谁会认为朝鲜能搞出来? 所以突破对信心太重要了。 中国的突破,客观上给了世界各国信心,美国并非不可突破。 关于这一点,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就说话了。 他9月8日至14日对中国进行国师访问,他就华为推出新手机发表了评论说,自己也在使用华为手机,使用感很不错。 他就此呼吁本国科学家向中国企业学习,在尖端技术领域勇于创新,推动委内瑞拉的科技发展。 他说我们要以中国为榜样,我们要创造我们自己的技术,我们自己的解决方案,不依赖于世界上任何人的向前迈进。 他甚至还说,这款手机非常好,美国窃听不了。 试问,当大家都意识到,自己国家也可以研发高科技,也可以不受制于美国,那得迸发出多大的能量。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,如果他们都与中国展开研发合作,全球很多国家联系手来,那会迸发出多大的能量。 在我看来,这三大效应持续发酵后,未来效应可不简单,会在世界范围内,各个领域产生大量的化学反应,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该怎么去寻求突破。 所以这一切在我看来,会形成对美国的长期持续的釜底仇新效应。 而且大家都明白,中国一旦党和国家领着全中国人民干大事,那不但一定能干出来,更重要的是一定能把竞争对手干得无路可走。 就像中美科技战打起来的时候,我就说,少则三五年,多则七八年,我们在芯片领域一定能突破。 现在看当时少则三五年的判断非常准确,这不正是三五年就突破了吗? 我们有了这个重大突破的台阶,是想再过五年呢? 难道我们还追不上美国吗? 我对于追上美国信心十足,那么大家是怎么看华为三年突破美国疯狂卡脖子的? 美国对华政策取向做出微调,只是想暂时松口气而已。 可是气可鼓不可泄,一旦泄了气,就再难鼓起来了。 重要的是,原本追随美国反华战略的国家就不多,如今借美国泄气之势加强对华合作,追随美国的国家就更少了。 拜登梦想的建立新反华,或新自由世界联盟就更梦想了。 其实不管如何调整,美国的恶华战略不会变。 甚至于脱钩战略也不会变。 可是这些单纯的指扣美国自己是不行的。 白宫这一泄气不要紧,也严重影响到了自己阵营的士气,可能变得更加孤立。 本想自己往后缩一下,把盟友顶在前头,可最后变成了自己单打独斗的局面。 接下来恐怕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了。